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袖手旁看新鲜事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让人类不甘于纸乖乖的探索地球 对关于地球之外的东西就有着无限的向往 宇宙中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的存在 一直以来都是很多科学家和众人最好奇的事情 在上世纪60年代,射电天文学开始兴起 人类第一次通过光学以外的电磁波装备向宇宙开始瞭望 那时候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接下来搜寻卖冲星,开始了群雄逐入的时代 发展至今世界上比较著名的射电望远镜 由美国口径350米的阿雷西伯望远镜 以及绿岸天文台的91米望远镜 英国乔德尔天文台的76米望远镜等等 但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是在中国 它又被称为天眼 这个望远镜的直径达到了500多米 面积相当于30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 目前可以说即便是美国最先进的国家 也远远比不上我们中国的这个望远镜 中国望远镜是一个球面设定望远镜 是中国国家出自建造的中国九大科技基础设施 从远处看天眼的形状裤子一口巨大的铁锅 它的使命是观察脉冲星 寻找外带工信号和暗物质和暗能量 说到这里就要说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 这位中国的科学家曾到美国日本以及天文界的关注 却在依旧舍弃了国外抛出的橄榄枝 当时他一年的工资才等于在国外一天的工资 他带领着团队在祖国的西南大山里翻山越岭 为了选择更合适建造天眼地址 他们一共找到了300多个山坑 每一个都亲自去考察 克服了重重困难 修建了让世界瞩目的国之重器 让中国的设定天文学一举领先世界水平20年 然而就在天眼运行一年后 南仁东因病临世 在中国决定要建造天眼望远镜的时候 著名的物理学家霍金多次表示反对 他认为这个望远镜可能会引来外星生物的灯门拜访 甚至会对人类发起攻击 不过天眼建成以来还真受到一些奇怪的信号 当时霍金让我们千万不要回忆 以为是外星人发来的电波 还一度警告不要做出任何回忆 以免暴露人类文明的存在 好了 绣手旁看新鲜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关注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